欢迎来到全民心娱乐 对着平台和节目组已不再受风波的影响 开始按照常规的操作来邀请肖战参加节目了 这表明抵制方已经无法影响平台和节目组了 这对于抵制肖战的人来说是致命的 肖战如期登上粉丝期盼已久的舞台 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寓意满满的歌曲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粉丝说这首歌是粉丝想唱歌肖战的 不论肖战经历什么 我们都会在 都会用力奔向你 支持你 也有人说这首歌是肖战给所有小飞侠的 给所有有梦想的人的 在我看来这首歌是给彼此的 是给肖战自己的 也是给爱肖战的小飞侠 以及所有有梦想的人的 因为肖战的歌曲从来不是随便唱的 就像光点一样 总给人以鼓舞和温暖的力量 肖战的衣服也很有意思 无数的小星星如洒满全身的星光 让小编瞬间想到了正在热播的狼殿下中的急冲 洒脱不羁的急冲 最后和公主去供赏满天星了 而如今肖战竟然穿着满天星光般的衣服 给我们带来这首歌 确实很应景 满身小星星的肖战正全力奔向你呀 怎能不激动 肖战的工作室最近也很活跃 四五六日三连发 给网友带来潮水般连绵不断的物料和快乐 比如四日也就是演员请就位播出前一天 工作室突然更新了日常减肖战 主题是又到了游戏时间 视频里肖战快乐地做着游戏 状态好的不像话 估计大家看到的都是人 至于游戏已经可有可无 看完还要说一句 你咋这么帅呢 随后的五日的22点多 肖战工作室才姗姗来迟地预告 演员已就位 好戏已开场 青年演员肖战为每一位坚定前行的竹梦人加油 荧幕光影之间 见证荣耀时刻 从工作室的微博也可以看出 这首歌是给追梦之人加油的 六日凌晨一点左右 工作室再次更播 这次说的是爆木生于毫木 信念成就梦想 肖战以一手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向所有影视人表达敬意 笃行从心 奔赴热爱 可见这首歌是给所有竹梦人的 也包括所有追梦影视的人 而这些人里自然也包括小飞侠和肖战自己 所以这首歌是给大家的 也是给肖战自己的 只要心中有梦 就该用尽一切奔赴热爱 看到帅气的肖战再次站在舞台 给我们带来歌曲和感动 大家都很开心 不过节目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唱完后和主持人互动环节 没有了声音 这个小插曲本来没什么 官方也立刻澄清了是音频故障 可是抵制肖战的人却再次按捺不住 开始疯狂带节奏 又是假唱 又是节目组故意给肖战消音等等 开始大肆炒作 可更多的消息表明 这个小插曲可能是因为当时肖战出现时 突然人气太高 导致服务器崩掉了 才造成卡顿 导致音频故障的 因为肖战出现前 观看直播的也就300万人 当肖战出现时 瞬间飙升到了1500万 翻了5倍 看看这大长腿 而且不管直黑怎么不甘心的狂怒 据可靠消息 东方卫视 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都在邀请肖战 也就是说 演员请就位只是开胃才 肖战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舞台上 而且对于粉丝 甚至很多喜欢肖战的路人来说 只要肖战站在舞台上就满足了 那点小小的故障真的不算什么 只是有个别直黑在那狂怒 而大家都在欣赏舞台上的肖战 真的是360度无死角啊 对于爱肖战的人来说 只需一句 终于等到你 只要你在 就已经满足 国内在掐架 国外粉丝却在欢乐追星 看看俄罗斯小飞侠的彩虹屁 国内的小飞侠真该好好学学 他们说得很对 肖战已经那么耀眼了 还需要手电筒吗 还有这侧颜 真的太帅了 最近歌手李文也谈及了肖战 直言很喜欢肖战 说看过肖战和纳英那期《我们的歌》 很喜欢他和纳英的组合 谈及肖战和张绍涵唱的一首歌 肖战还做DJ 好劲爆 所以这才是真实的评价 肖战本身确实很帅 也很有才气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风波期间 央视播出了肖战参演的《最美逆行者》 还邀请他登上重阳节晚会的舞台 演唱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被看作是央视在力挺青年演员肖战 而央视的力挺也说明了肖战自身的优秀 和满满的正能量 12月1日开始的电视剧《大赏》的投票中 人们再次见证了肖战的人气 一样的投票 肖战凭借《狼殿下》中急冲一决 生生比第二名之后的人多出了1700多万张投票 这是让对手绝望的数字 具体多多少已经不重要了 不是说别人不优秀 只是肖战的人气太高了 可谓名副其实的一记绝尘 这样的人气 相信很多平台都想请肖战吧 难怪很多人说演员请就位赚到了 而前面说有卫视要邀请肖战 相信私下打算邀请肖战的应该不止两家 肖战在2020年经历了太多磨难 但无论别有用心之人如何抵制 肖战的人气都居高不下 这已经说明了人心所向 肖战为何受欢迎 人们为何对他不离不弃 也许意大利一本杂志的评价说对了几分 该杂志说 肖战是不同于港台日韩欧美的中国风偶像 他谦逊有理 如一股清流 所有真正花点时间了解肖战的人 都不难发现肖战的纯粹和美好 也不难发现他的才华 他的超高人气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多人喜欢的肖战不可能差 其实经历的这场风波 已经让中国风偶像肖战 成为很多人心中那最美好的存在 人们愿意守护肖战这样美好又上进的年轻人 肖战登上演员请就位的舞台 直黑很愤怒 但不管直黑如何无能狂怒 正能量的青年演员 歌手肖战都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 本就属于他的舞台 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肖战空降演员请就位二 现场演唱了一首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感动无数粉丝 由于二二七事件被央视点名 此后有关他所有的动作 负面的都被放大 正面常遭曲解 那件事明眼人都看得出实则是被粉丝捧杀 本人并未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承受了的已经够多了 我不认为他还要继续被封杀 肖战空降演员请就位 节目组事先无官宣 就在《演员请就位二》的中场 肖战作为嘉宾 现场曲目 这个环节 节目组事先没有任何预告 是对肖战不屑一顾吗 非也 若果真如此 根本就没必要邀请人家 不得不说 这次演员请就位的节目组 终于做对了一件事情 不预告 就是为了防止网友提前得到消息 进而重伤一人 当然 也考虑到观众有可能抵制 所以干脆先斩后奏 其实《演员请就位》这个节目 和肖战一样 长期被无情吐槽 而吐槽的那些点 真假倒是其次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就像打不死的小枪 你看《演员请就位》这个节目 从第一季被喷到第二季 节目仍在继续 肖战也许没有那么幸运 这半年来四处突围 却始终是泥足深陷 直到近期 才隐隐觉得付出有望 这次现场演唱的曲目 名字叫做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歌选得不错 歌词也很暖心 如果要用一句话 总结肖战的2020年 肯定是这句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词照